点击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有一个产月预测 其实这里,这里是有一点在听 平面顯示器的一個歷史 就是說它從過去線整 它的過去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你可以看說 Comparsity第一代 第一代就是 Comparsity for Notebook 主要是筆記型電腦 所以從1993年到97年 就2G 2Generation 1990年到98年也是3G 第三代 第三G的 你看第一台 1986年 你看1986年這個是 1986年幹嘛 1986年 民國75年 民國75年就做Toshiba做做第一台Laptop 這個Laptop Laptop就是膝 你的膝蓋 膝蓋的上面 這個Daptop 這是Toshiba已經做做第一台了 在我75年 75年才國中畢業 我已經做做第一台Toshiba 真的很厲害 好 1992年 486的CPU 還有這個 3.1 運3.1 就成為主流了 1992年 81年 那時候剛好我是大一的時候 你看486 那時候強調是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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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已經開始在強調那個 那時候已經3.1 剛好大概比 你那個DOS 比DOS再慢一點點 就是說這個Windows其實是要取代這個DOS 就是我的這個Windows系統 現在真的是整個電腦真的變得非常方便 然後1993年的Pentent 商用功能滿足 就是Pentent Pentent其實就是我們講的86 86的電腦 那如果82年 86 然後移動的PC 這需求引爆 所以你看它的功能很強大 這個Pentent的電腦 其實功能非常的強大 所以我記得我在大二的時候買了第一台電腦 那一台電腦已經快 也快5萬塊 所以你看在桌上行電腦就要5萬塊 而且那個是很高級的電腦 我記得很清楚是立有 立有就是大眾的電腦 那台是很高級的 也很貴 就是我爸爸買給我的 那Monitor呢1997年開始成熟了 所以你看緊接著就是什麼 我們先講什麼 conversity for monitor Monitor就是稍微尺寸再稍微 大一點點的 所以2000年到2002年 市居第四代的 03年到04年有第五代的 所以這個是conversity for monitor 主要就是它的尺寸越做越大 那可以用來做這個螢幕 液晶螢幕 所以其實那時候液晶螢幕也都不大 大概14、15吋而已 就很了不起 因為它技術還沒到 所以它的尺寸 技術 它都不能做得太大 Monitor 因為在1997年 所以如果86年 那時候我已經大學一月了 已經夜說一班了 所以97年呢 MMX CPU 所以它號稱呢 Win95可以整個多媒體的功能 還有CD論的筆記畫 這個很了不起啊 就是它是多媒體 多媒體就是你可以播放一些歌嘛 所以你看電腦也可以播放一個 這個很神奇啊 對不對 以前電腦 電腦只是做一些文書處理 打字啊 這些啊 文書處理 沒有人可以把它拿來做多媒體 所以知道你看 還有這個 配合這個CD論 CD論的筆記畫 做多媒體的功能滿足 所以我記得很清楚啊 你的電腦那時候開始 開始裝有CD論了 所以你就可以播放CD了 所以這個很神奇啊 以前你在大學的時候要聽CD 一定要賣一台CD播放機 CD Player 不管是桌上行或是你的 你是隨身碟的 隨身 CD隨身聽的 CD Player都可以 那一台CD Player 那個多花五千塊啊 五千塊對一個大學生來講 都可以生活一個月 這個是真的是 算也是有一點奢侈品啊 然後你如果買 接下來你這個多媒體的電腦出來之後呢 你就不需要去買CD Player 你只要呢 放在電腦裡面的CD論 你就可以播放 所以那時候你通過電腦就可以接 輕易的 把音樂接觸啊 拖到你的外接的音響啊 然後就可以聽歌啊 那這個是很好的享受啊 你可以聽你的流行音樂 然後接補典音樂 聽什麼都可以聽了 所以這個多媒體 那我記得很清楚 在大措施發展的時候 開始有MP3了 MP3其實都是非法的 就是 把CD轉成MP3 因為MP3它是一個壓縮檔 它就不需要透過這個 透過這個CD 所以慢慢 這個MP3其實是非法是盜版的 所以那時候學生為了省錢 你看買一個CD都要300多塊 300多塊很貴 那時候一個CD又350塊 真的是超貴的 所以就開始這MP3其實就是盜版的 把這個CD的音質轉到這個MP3了 那它有透過一個壓縮 可是 有一些音頻不見了 但是大時常都還是很接近的 所以 所以大學生其實 那時候 創得都一直都會下載這些MP3 所以整個電腦 電腦它的重點就是 它整個都媒體 所以開始轉向重量清 不佔空間的需求 就是非常清的 而且不佔空間的需求 所以 所以開始呢 在經過2000年之後呢 開始這個 TV開始出來了 所以2003年到05年 它是第五代的 然後2001年 2001年到2004年 PTP 電箱電是開始出來了 所以你看PTP TV LCD TV 然後是Color的 STN的LCD 就是有顏色的 有色 有彩色的 STN的LCD 所以TV從1995年成熟 你看 以過去黑白彩色TV呢 消替過程來看 向下相容 所以 類比跟價格 便宜的清火電視呢 將是唯一的成熟要素 所以這個很重要 就是 從1995年 從過去的黑白帶彩色 那當然 彩色當然就是一個主源 因為你的眼睛還是喜歡看彩色的 然後一個新的資訊產品 其實 新的資訊產品尚未成熟 所以你看 整合光電顯示 光電感應 資訊 電腦通訊的產品正在成熟當中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 我們現在用的智慧型手機 你看這個iPhone iPhone 其實它就是一個新的智慧型產品 這個平板其實都是智慧型產品 智慧型的 你看它整個 你看顯示的功能 還有電腦功能 還有通訊 通訊 你看現在一定要玩Line 這個都是通訊 通訊的功能 而且它可以看東西上 這個都是資訊電腦的功能 所以全球PTP的發展 所以可以看說 這是一個一些歷史 各位就當作在聽歷史故事 所以導入期就是 1994年開始 就日本廠商它是個大廠 因為這個日本人在主導 所以最新的各個技術都是日本人在主導 所以產品的主導是notebook 然後重要的技師 1990年到93年 日本LCD它是第一代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看第一代到底是什麼 也就是說它尺寸是最小的第一代 然後還有第二代的 第二代的跟第三代的 然後那時候廠商 台灣的廠商還沒開始 就是它技術基本上 都是掌握在日本人手裡 所以這些 台灣也還沒開始提供進來 所以那這些技術 當然日本也捨不得放出來 因為這個非常重要 日本把LCD當作日本的國寶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技術 接著就成長期 1994年到2002開始 所以台灣開始做OEM的代工 FPD的裝置 所以有產品就是 筆電 notebook跟LCD的monitor 台灣開始有一些公司在做代工 好這個等一下我們會看 就是 好那時候的產品主流 你的筆電跟LCD的 8094個產品的主流 因為那個尺寸還沒有辦法做得很大 好那第一個重量機是 1994年到1997年 美國的筆電的訂單 那到1995年呢 韓國掛入磁力產業 韓國也進來了 所以當然就開始不得了 就日本先韓國又進來了 然後97年 日本計轉台灣開始 開始把一些技術們 計轉給台灣了 所以1999年到2000年 台灣進入3G面板鋁組件 來自國外 所以台灣也開始會做第三代 可是很多重要鋁組件都是從國外來的 其實大部分都是從日本來的 因為台灣那時候技術還沒辦法做得很大 然後2001年到2006年台灣進入4G了 國內零組件產業開始出來了 你一開始都是先進口 然後你一定要慢慢學習怎麼製作 然後台灣會做就是 就是用台灣的國產的 然後台灣的廠商 1994年到1999年了 台灣廠商引進國外面板生產的NB等等的 然後第二個1999年到2000年開始生產 面板用了國外零組件 開始先生產鋁墊 比較小的 然後開始面板 尺寸有大一點點的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介紹 我們在這個LCT的部分會介紹 大概是漢呂彩晶 這些漢呂彩晶啊 然後廣達 然後友達 然後奇美 還有專劃音效管 這個五個主要生產 LCT的廠商開始都已經同時已經量產了 然後接著到2002之後開始呢 快速成長了 也就是說現在其實不是快速成長 所以台灣零組件成型 很多零組件台灣都自己會做了 然後你的筆電呢 LCD Monitor 叫LCD的TV呢 它都是屬於一些新的產品 你看彩色的手機啊 PDA啊 PDA 那最後還有一個智慧型手機也慢慢 觸控式的手機慢慢有出來 我記得我那時候剛來交通的時候 我這個傳統的這種手機 按鍵我實在用不習慣對不對 速度很慢 螢幕很小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PDA手機啊 所以這是這個Motorola Motorola PDA手機一直在怎麼樣一萬多塊 也是比一般的手機要好很多 好 重要的意思呢 從2003年到2004年 台灣5G可趕上韓國 所以日本已經沒有投資5G了 那我自己說明為什麼日本沒有投資5G呢 所以這個很重要就是說 日本他從1980年代他已經激進泡沫化了 所以他的國內的資金也少很多 那資本也是少很多 所以他可以說他是沒有太多的資金 可以去投資在5G 所以他就把一些比較稍微舊一點點的技術 他賣給台灣 那他也沒有不是省油燈啊 他賣給台灣之後他得到一批授權金很大 他又去投資更高階的顯示器的生產 所以這個日本人真的很聰明啊 然後那時候剛好台灣也需要這個技術 所以就跟日本人談授權 所以很多那時候就是整條生產線台灣整個都忙 那買生產線這個還不夠 如果你還要授權 專利授權啊 這個就是很現實的問題 你買生產線一定是不行的 他日本人沒有那麼笨啊 我賣給你 你都學位了 所以當然我要的專利保護啊 所以這個專利部分也要談啦 你要談授權 所以這個日本人其實很聰明啊 然後他就拿到一道比的資金 然後可以再去投資更新的一個技術 所以你可以看說呢 日本的DU多氫氣開始生長 那2005年是否可以完成的技術 將是台灣發展 DU多氫氣的一個關鍵 那台灣廠商是台灣LCD面板生產體系的形成 所以你看台灣的上中下游 都整個都已經整個完成了 這個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好 接著我們看一下這個總體的環境 好 就是 好 影響FPT產業的發展因素 好 所以很重要 就是 這有很多幾個重要的因素 好 所以第一個 廠商之間的競爭合作 好 這個是非常重要 好 就是合作競爭啊 像我們跟日本人可能就是既合作又處於一個競爭的關係 好 那跟韓國可以說完全就是一種競爭關係啊 所以這個我們等一下會介紹一下這個 它的一個趨勢 廠商之間的競爭到底是怎麼樣 好 所以你可以看 TN 啊 STN 啊 扭轉型還有超乎扭轉型的 STN 然後這個 TFT 低溫多晶器 low temperature polycyclican 好 低溫多晶器 波膜電晶體的 TFT 就波膜電晶體 然後低溫多晶器 LCD 這個 PTP OLED 好 那應用產品的發展跟市場 好 就是說 好 這個是 對不起 這個是有關於 這個廠商之間的技術嘛 好 所以這裡面有關這個材料 材料到底怎麼樣 材料的 有沒有新的材料 那它有沒有發展更新的材 更新的材料出來 可以做更好的顯示 好 你看生產也是啦 生產跟銷售 這個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你的生產良率高不高 好 容不容易生產 好 量產率到底怎樣 如果很容易生產當然就是 可以很容易就做出來就可以拿出去賣 可以賣嘛 那不容易生產就是量產率低啊 一定會賣很貴 然後銷售 不好賣 好 所以應用在應用端 在應用產品跟市場 應用產品的發展跟市場 好 所以你看這個資訊啊 光碼筆電啊 監視器啊 所以你看通訊手機 視訊電視 還有其他的一個 PTA Ebook 所以這個都是它的應用端 好 如果一個應用端非常勃勃發展 那當然是非常需要這個顯示器啊 所以顯示器的需求當然很大 就會賣得很好 所以這個其實現在的趨勢就是 需要很多一個顯示器 就是每個地方都做顯示器啊 尤其像是車子啊 早期車子就一個螢幕一下 車子基本上都配備有兩個螢幕啊 好 那這個PTA 平板電腦不要看啦 什麼地方人都需要看啊 好 那第三個就是 平面顯示器的製造 所以其他顯示器的發展 這個都是 所以這個這三個都會去影響到它的一個發展運作 那當然最重要的就是總體的環境 總體環境指的是 就是經濟環境到底好不好 經濟好不好 就是簡單講白一點 就是人有沒有錢啊 那如果人很有錢 比如說大家家都賺很多錢 你就會很捨得去花 你要去花 需要買一台電視啊 大電視啊 你賺很多錢 你就買一台大電視來看 想在家裡看電視很舒服啊 大電視 好 那像現在你看這個通膨 通膨的流狀 你看過去佔了國 上個月的CPI 將近9%多 這個很可怕 所以在美國現在物價高到離譜啊 你看油價也非常高 物價也是高的離譜 真的很可怕 那這麼貴的情況下 大家就敢買東西嘛 本來10塊錢你要賣20塊 那現在誰要買的 所以就是慢慢會縮一截死 尤其像現在通膨很高啊 像你在看台灣也是啊 可以看那個麵包啊 像一個麵包 凍結都二三十塊啊 一盒蛋都六七十啊 那油價也是啊 都三十幾塊啊 這個通膨都很高啊 好 那你看那個房價也是 房價也是漲的 漲得很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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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這個總體的經濟環境會影響很大 會影響它的一個發展 所以我們這裡介紹了它的一個技術趨勢 我們看一下一些影片 我們看一下 在YouTube 看一下Future Display 對 這個影片其實還蠻好看的 很震撼 這邊有幾個影片 謝謝 好 這邊有一個LH1的拍的一個影片 登場啦 彩虹會員特點 收百萬 太多太幣 一杯珍奶 圍桃去兵 《保潛力行動》 《生物之間》 《標準》 《天前衛座》 《摩托》 《地球濾大王的故事》 《天前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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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陽座 We have finally opened up a new realm of innovation for OS after overcoming numerous challenges through our passion.We will make this new world of values that rise above the technologies we have known so far. This light, which broke away from the limits of form, more freely overcame the hindrances of expression to expand the value of beauty into a realm of creation close to an art. While substituting for familiar functions and emotions, we are continuing to imagine through infinity. This is a form of communication, which allows mutual understanding beyond the visible world. It always leads us to collecting events by swiftly reacting, even at unexpected moments. The unlimited evolution of technology turns all imagination to a display into reality. Our old dreams of getting desired information have just all been realized by wearable devices. More satisfactory routines are made to be enjoyed by always providing opulent conditions. Furthermore, our desire patterns are provided anywhere in any time through thinner and lighter forms. Interface without gas between humans and technology. As all that technology enters into our environment and forth, our work and life will be made and ill even further. And at the end of all the changes, our dreams will be real. It was a type of community seeing congratulations. Oh, of course there are many small deploying channels here. This is a large wheelchair las dame. These freakers can examine the matrix. These shapes now can examine the Lexington doesn't always comic약. Sometimes things like in mattes, about not having virus response to Christ's adaptations until somebody else can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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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看早上起來,他這個杯子你約上面的車子 好,然後看你的身體狀況大概怎樣,皮膚一樣 好,好的好,好,好便宜 你和你笑 和你聊 和你分享 好 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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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以 充分 充分 可以做 可以充分 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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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以外共 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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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充分 不 smartphones 充分 充分 不路 充分 My 充分 你想干 Stark 充分我 不要 coupon 充分的閉紓 三個都要上 Wordable Display Wordable可以換取解決的 Wordable 戴在手上 Wordable Wordable Sensing 手一按就知道 跟客戶介紹產品 透明的面板 Word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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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dreamed with you And evolved for you To see the unseen And imagine What was yet to be And the heart Of Samsung Display's technology Is you 所以這個韓國人做這個還是很厲害 看一下一些影片 這個影片其實也不錯 這個影片很震撼 這是車用的鞋子 開車的時候使用的鞋觸控 現在已經是有了 早上主發還會看顯示 這是電子豬啊 這就是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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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太夠 我們看一下 技術 我們這個 這個下次小朋友 這個影片我們下一段再看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市場趨勢 所以Direct Display Worldwide Market Chain 就是全世界的 全世界的市場趨勢 所以可以看說 他是從這個電視 電視是Rail CRT 從貝的這個CRT 所以是高解析度的 高亮度 高效率到高旋載的 所以你看他這個是 是個類比式的 電視他是一個類比的 然後他賣相 就轉向這個直式的 Direct View的 Front LCD 你看從2吋到18吋 然後再到頭影的 頭影的LCD Rail跟Front 前頭影跟背頭影的LCD 還有這個PTP 所以他是你看這個主要是 HD TV High Definition TV 這個就高化子的電視 所以這個是針對 Personal View Personal大概是 0.25到1.3 其實這個是早期的資料 現在Personal 你看都是5吋到6吋的 所以很重要呢 他是從類比會進化到數位的 所以現在其實都是 數位化、數位電視、數位的資訊 我們看一下 LFP的供應器 Spride Chain 所以這是Panel Component 你看這個Panel 他的Component就是0組件 包含了這個CCFL Boly Glass Color Filter TAC 模模 還有他的一個 Videoconcessor 數位處理器 這個都是他的0組件 然後接著到 第二個就是面板的製造 包含有這個TFT OLED TTP DLP Digital Light Processor 還有CRT 這個都是屬於面板的製造 那製造完之後 你待會要給你的 旁邊的這些 電路還有封裝 這都要整個測試 所以你看OEM、ODM 就是EMS 還有System 還有整個Integrator In-house Builder 內部的 Builder 然後Soft Trader 所以這些都要做一個整個測試 然後最後再把它貼上 代工好之後 你要交給人家廠商 Brand Lane 不要貼廠牌 比如說這個是 Sonic 或是MuSonic 或是ASUS 這些 這個是筆電Lockbook LCT Monitor FPD Mobile Phone DSC PDA 這個數位相機 然後都好之後 就開始Sales Rule 賣出去 Sales Rule Sales Rule Track 還有Letail Price 就是銀售商的價錢 然後我們可以跌到Base 接入這個Circular FraderTrack 你要去追蹤 到底賣怎麼樣 這個是整個銷售的供應面 我們看一下這個尺寸 所以你看從第三代的尺寸 它是非常大的 3.5圈 這個3.5代的 Artemis For Monitor And the North Coast Screen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Len還拿得起來 你看大概6片 6片 可以適合做這個 筆電的 筆電的 還有Monitor 然後到2004年 它就進入到第2代的 最大的尺寸 之後大了玻璃尺寸 第6代的 Monitor And the Darker TV 你看這個站起來都要跟Len 等於要高了 非常 就是非常大的電視 這已經將近40吋 那5吋 40吋的電視 到2006年 又進步到第7代 它的Size又更大 那我們 下一次就是 在LCE的部分 叫第幾代 第幾代 它的尺寸大小 有一個尺寸 這個等一下會介紹 好 這是大電視 你的Digital Synergy 你的Pub Display 就是非常大的電視 而且數位訊號的 數位展示訊號的 以及公眾的顯示 你看這比超過人還高了 好 我們再看 這個是Display的 World Wide 這是它的趨勢 你看它 這個是北美的 North America Commercial Display Market Size Application 它的北美的 平面顯示器的市場 你看從2004 2015 到現在 2005 它的預測值 所以你可以 有各式各樣的零售 Hospital Entertainment Stadium Playground 遊戲的 水族相分遊戲的 還有 Cooper合作的 然後 Banking 銀行 Healthcare 還有 健康照顧 教育的 還有運輸的 你看 這個幾乎都是會 需要用到這個Display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全世界的 全世界的Market Recovery 我要Pick in a few years 你看 我要Pick 你看它在2010年之後 所以你可以看說這個是慢慢在成長 08年09 這突然掉下來 這個是金融風暴 只要有金融風暴 大家就比較年前 所以就不敢消費 所以它的鏟子 Display的Limony 鏟子就會往下掉 然後到2010年就會上去了 慢慢慢慢上升 到2012年之後就慢慢稍微下降了 所以你看 可是它到最後這裡還是 2020 這邊還是上來的 所以你可以看說 The progression is from CRT to LCT PDP and then OLED 所以它是一個 The new market application and technology devolution is strong 都是一些新的 所以你可以看說這邊 AMOLED 它的所佔的比越來越高 AMEPD TFT LCD TFD呢 LCD PM 被動是偶類 PM LCD 所以這些 你看這個偶類所佔的還是越來越高 主要還是LCD 它是一個主流 PRISMA 你看它現在越掉越多了 CRT呢 基本上CRT已經被取代了 很高 然後這是選擇 這個剛剛講過 然後市場的Overview 所以從2012年到現在 包含的Earboard Mobile Panel 或是VDOMO 就是牆上的顯示器 Primatur LCD Bounder Boulder 這也是一種顯示器的 就是 LED做的一個面板 就是戶外大顯的 然後一個Traffic Cadet 交通型的燈光 LED Matrix Pro 那種的 點矩陣的 點矩陣的 這個 面板 所以這個基本上 才是維持在一個選擇的趨勢 增加成長的一個趨勢 來看一下它的 FPD的Limony 所以這些都有一個LCD 基本上LCD的變化 稍微 會有一點點摔對 因為像OLED OLED OLED一直起來 所以變成OLED 它會慢慢去取代 LCD的部分的產品 所以可以看 Touch Screen 觸控式的面板 所以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市場 所以可以從地區性 不同的地區性 像一個北美、亞洲、亞洲、亞洲、中東 然後南美洲 所以可以看說 基本上是比較大 在亞洲跟北美是最大的市場 亞洲跟北美 這個都PIC 基本上都是一個 基本上都是一個 往上成長的一個趨勢 也是一樣 亞太 亞太地區 這個都是一個成長的趨勢 OLED也是 你看它各式各樣的運用 在智慧型手機 GTV、椅電 Touch Bar 這些 還有數位相機 Smartphone 這些都是一些成長的趨勢 FPD TFT Manufacturing Agreement Spending Share by Region 從你的地區性 你看從 China Japan, Korea Singapore 你的台灣 所以你可以看說 China Foxful Share Compensity 它的容量越來越大 你看 那反而就是日本 日本都很 很 不太生長 就是基本上 不太投資 不太生長 那 台灣還算高的 台灣比南韓還算高的 那也慢慢都在下降當中 那反而是 道理 它非常重視這塊 好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 Asia Ord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一張圖 好 這張圖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一個 Asia Industry 就是 TFT LWC 可以說是一個 亞太的 好 亞洲的工業 所以你看 這邊很重要 這個剛好就是 我們這個 台灣 你看 台灣的鄰近 就是剛好這個 亞太地區 你看日本 還有南韓 也在旁邊 還有中國道理 還有台灣在這裡 好 他們之間的技術的新聞 到底是怎麼樣呢 你可以看說 第一個日本 日本它一直把這個技術輸出出 你看它輸出到台灣 台灣的技術其實基本上是 原於這個 日本的 你看它是 Initial Technology 還有零組件 component 然後它也輸出 這些技術設備 關鍵零組件到韓國 你看它也輸出到 中國大陸 所以可以說是 中國大陸 台灣跟南韓 它的一個關鍵的技術 其實都是從日本來的 好 然後台灣這邊也是 它接收之後 做大量的生產 而且它會去投資 你看會投資 投資到 到我們的中國大陸去投資 那韓韓有了這個技術 其實它也是在做 投資 投資性比較多 你看LCE的 貨工模組的 這一些 然後還有後段的 後段的製造 封裝都會 比較需要 勞力的部分都會 到中國大陸去 然後這裡也很重要 它是一個competition的關係 台灣跟南韓是一個競爭的關係 所以你們務必要記者 台灣的產業型態跟結構 其實跟南韓是很接近的 所以我們跟它是競爭的關係 我們在3C 在顯示器 還有在晶圓代工 這個你看台氣電跟神送 它基本上它就是死對頭 就是 就是這兩個是非常競爭的關係 好 所以這些競爭其實也可以看得出來 為什麼我們跟日本比較友好 跟南韓反而是一種競爭的關係 因為在這個技術上 其實就是有這個趨勢的 好 所以你看 我們看一下 它是一個The War of Regions 所以這個取得很好 就是地區性的戰爭 所以技術 技術其實也是一種 也是一種 無形的戰爭 就是它是一種 非常技術 就是技術就牽涉到經濟 所以經濟會 常常聽到戰爭的武器 其實不見得是武器 經濟也是一種武器 很重要的武器 所以看說日本 日本它一開始的 technical license 都輸出了 輸出到台灣 然後你看OEM 台灣製造輸出到OEM 還有這個大面積的 大面積的TFT 它也會 日本也是會輸出 然後台灣就是你看 它輸出跟輸入都有 還有小尺寸的 其實 然後零組件 這個面板 你看台灣都生產之後 再賣出去 那韓國其實跟台灣也是類似的一個關係 還有這個China 中國大陸 這個我們等一下 我們再補充一下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補充 先休息一下